再来关注到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将于18号到19号以视频的方式举行 世卫组织美国医学专家在新闻会上指出 许多政客将责任恶意的推卸给世卫组织 而世卫组织的政策也是美国在失去对联合国及国际机构影响力之后 用来攻击中国的借口 但是专家就认为世卫并没有差错 并且获得了科学界和理性政府的支持 世卫组织独立专家美国研究员杰里米尤德 参加日内瓦联合国纪协记者会时表示 世卫组织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的皮球 也是新冠疫情最大的受害者之一 尤德称 世卫组织是各国决策者的出气筒 无论世卫做出什么样的决定 任何人都可以自己解读 并将责任推卸给世卫组织 他认为18日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 可能不以新冠病毒的疫苗和药物为主 或将着重讨论地缘政治 他称 美国在联合国和国际机构的影响力越来越小 而中国越来越强大 利用地区性问题做文章 可能是美国特朗普政府 直使盟友打击中国的主要途径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an't let the United States dictate what it does We've obviously heard a lot of reports in the last few weeks about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from a few Senate Republicans to pass a piece of legislation that would condition WHO funding on investigations of China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çünküzyka that's largely being driven by internal domestic politics within the United States as opposed to what's happen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and that's why I say we can't let 他认为虽然政治层面世卫受到许多攻击 但全球公共卫生是实质性问题 世卫组织在这些关键性问题上没有出差错 抗击疫情的研究工作进展非常迅速 得到了许多理智的政府和绝大多数科学家的支持 专家认为世卫组织终将受到各国谴责的一方 这也不是他们第一次背锅了 历届世卫总干事都有类似的经历 谭德塞是否能顶住压力 这次世卫大会就是对他最大的挑战 凤凰卫视 张博帝 瑞士 日内网报道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凤凰秀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